水果本身是好的,如果你能在对的时间吃对水果,更能对身体好上加好,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间?看看这份时间表,根据你的身体不同时间的状态变化来选择水果。 早上,苹果,梨,葡萄。 解释,早上吃水果,可帮助消化吸收,有力通便,而且水果的酸甜滋味,可让人一天都感觉神清气爽。 人的胃肠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,功能尚在激活中,消化功能不强,因此酸性不太强,色味不太浓的水果,比如苹果、梨、葡萄等就非常适合。 有些水果是不可以在饭前空腹吃的,如圣女果、橘子、山楂、香蕉等。 圣女果中含可荣性收敛剂,如果空腹吃,就会与胃酸相结合而使胃内压力升高引起胀痛。 橘子中含大量有基酸,空腹时之则亦产生胃胀、鳄酸。 香蕉中的钾,每含量较高,空腹吃香蕉,会使血中每量升高而对心血管产生抑制作用。 柿子有收敛的作用,遇到胃酸就会形成事实,既不能被消化,又不能排出,空腹大量进食后,会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。 山楂有散于消肌、化痰解毒、增进食欲等功效。 但是由于山楂味道过酸,不宜空腹吃,脾胃虚弱者也不宜在早晨进食。 午饭前,苹果、柚子、桃子、红枣。 解释,提升饱腹感,控制主食摄入量。 午饭前,人体处于饥饿状态,应避免进食过快、过多。 可选择苹果、柚子、桃子等水果,可以提升饱腹感,控制主食摄入量。 此外,桃子、红枣也最好餐前吃。 红枣有天然维生素C丸之美称,空腹时摄入维生素C,吸收效果最好。 需要提醒的是,过多食用红枣可能会引起胃酸过多汗负胀,消化不良者应少量食用。 熟透的桃子性质温和,热量较低,饭前吃有利于营养吸收,不会特别刺激肠胃。 但桃子含膳食纤维多,饱腹感强,每次别吃太多。 午饭后,菠萝、木瓜、猕猴桃、橘子、柿子。 解释,饭后一小时,醋消化。 午饭后,不宜立刻吃水果,应在饭后一小时。 在蛋白质摄取量较多时,尤其是动物性肉类,餐后随即食用含有蛋白酵素的水果,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界和消化,由推荐菠萝、木瓜、猕猴桃、橘子等。 下午2-3点,香蕉、西瓜、柑橘。 解释,下午2-3点人体处于疲倦、困乏状态,此时吃香蕉、西瓜、柑橘等水果,能改善疲倦、困乏等现象。 香蕉富含大量钾元素,可以缓解乏力感和疲倦感。 西瓜最好午餐后两小时再吃,西瓜中的大量水分会冲淡胃的消化液,在饭前或者饭后马上吃都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。 饭后两小时吃西瓜,可保证午餐中摄入的营养素得以充分吸收。 柑橘酸甜可口,且散发清新的味道,可以帮助提神。 睡前,柚子,跪圆 解释,柚子能舒缓情绪,跪圆可安眠。 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而言,白天没有时间吃水果,只能放到晚上了。 但其实睡前吃水果会使得人体的睡眠受到影响,不利于入睡,尤其是纤维含量比较高的水果, 在睡觉之前食用,非常不利于消化,也不容易睡着。 如果要吃,建议睡前吃一些可助消化、安眠,缓解精神紧张的水果,如红枣、橘子、柚子等。 另外,如果睡眠不好,可以吃几颗桂圆,桂圆和荔枝性属湿热不同,能入药,有补益心皮,润肤美容等多种功效。 此外,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,能让你睡得更香。 大家喜欢小编的作品,妈喜欢的话就点个关注,再走吧。 小编每天会为大家更新文章哦。 小编目